各位觀眾TVS持續在下一位 為你掌握環台軍院的最新狀況 那我們在剛剛已經登上了 美國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 卡爾文森號 那可以看到美軍安排 是一個小時非常緊湊的 這個參觀的行程 那當然台灣觀眾 對於卡爾文森號 印象比較深刻 是因為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他是在我們選舉的 之後的期間 其實有出沒在 台灣的東部外海太平洋的位置 那當時也被說 其實美方也是有在緊盯 整個台海的局勢的 那來看到 今天在卡爾文森號上面 受訪就包括了 美國的航艦打擊群 第一航艦打擊群的指揮官 那也被問到了相關的問題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的回應 我不是卡爾文森號 前年我會提供 那問題 可以看到其實卡爾文森號 他在2018年的環泰軍的時候 也是有參加過的 所以這個是他在 時隔六年之後 再度來到沙培參加 那對比這兩次的 Rimpact的不同 這個卡爾文森號 他們到底有做什麼樣的準備工作 那可以看到 這個美方的說法是說 因為其實今年的 Rimpact參加了國家 也是破了紀錄 來到29國 而且有40艘的軍艦都有參加 所以就這個規模來說 是比過去更是盛大 所以這個當然也挑戰了 就是各個軍艦之間的相互溝通 橫向溝通的這個能不能夠做到很順暢 所以他們其實這部分就要驗證了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大家非常關心說 今年要乘船 這個集成演習的部分 他們也是有證實說 確實卡爾文森號 他們將會有一些軍機 從這個甲板上面來起飛 然後也會來參加這個集成演習的 那當然可以看到 美方當然是非常期盼的 可以跟這其他28個國家 一起共同的來合作 也要完成了這一次的環台軍演 DVBS 採訪的各位 會繼續在下個影片 為你掌握任何的軍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